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软亚黑还漂亮 因为它现在用的是苹果的平方字体 通过一个Safari插件加一段脚本 它可以让Safari浏览器强制显示某种字体 比如苹果自带的平方字体或者是东青字体或者是微软亚黑字体 因为这个经验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 我简单的和各位过一下 好 下面正式开始 完成这件事需要准备几样东西 另外还需要设置 我感觉挺麻烦的 首先是Safari浏览器 它里面有一个偏好设置 倒数第二项有一个扩展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扩展 这个扩展它的官网是在这儿 这是它的官网 如果是Safari老版本 6到11版本 这个扩展是免费的 如果是12版本再往上 这个插件扩展是付费的 付费的价格好像是1.2几美元 中文版好像是12块钱 在苹果应用商店购买 购买之后安装 安装之后再启用 启用之后就可以在这个插件里面添加一个脚本 那这个脚本是从哪来的呢 这扩展的英文版是1.99美元 中文版我记得是12人民币 这是脚本 要把这个脚本安装到这个插件里 这个脚本是不用花钱的 当我们安装完这个扩展之后 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图标 需要启用一下 默认是没有这一项的 这一项这个强制使用字体 这就是那个脚本 是我后来添加的 我先把它关上 再刷新应该都会变成送体 点击扩展图标 进入管理面板 这是这个扩展的管理面板 它里面有一项是我之前安装的 具体怎么安装呢 我的安装方法是这样的 复制这个网址 从HTTPS开始 复制 然后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使用工具 这是这个插件的管理面板 管理面板 里面有一个使用工具 这是已安装脚本 这儿有一个使用工具 使用工具下面有一个安装 从UR 2 点击安装 它会先下载 下载之后再安装 现在是下载完成 点击安装 在已安装脚本里 刷新 现在出现了两个 这个戴achire的是我之前的 这个不戴achire的是我刚才新安装的 但是光安装完了之后 还是不行 还得修改 点击后面的编辑 到这个代码模式 在这个位置需要加一个字体 这个字体呢 可以直接修改我之前修改过的 加上这句话 复制一下 加上这句话 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平方空格SC 这就是平方字体 然后Ctrl S 应该是Command S 保存一下 保存之后 然后回到网页刷新 然后点击看一下扩展 现在是强制使用字体核心 这是新安装的 现在已经生效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看一下QQ.com 首次打开 它会先刷出送体 然后再改成平方字体 然后再改成平方字体 如果想改成其他字体该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位置换成其他字体的名称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要改成微软雅黑 把收眼号里边的内容换成微软雅黑 然后顺便把名字也改一下 这个名字在上面改 核心 微软雅黑 保存 这样它这个名字就自动会变成微软雅黑 我们刷新看一下 现在是微软雅黑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这个首页上面已经变成了微软雅黑 中间有一部分内容没有变成微软雅黑呢 我估计是这个插件的兼容性还有在提高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RX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来吧 有些 Ki-12 还不铁吗 多似乎 我现在 我们原因